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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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多的直播就已經睡得了 可白昨晚沒有好好睡覺嗎? 又是去庇護中心的 庇護中心睡得很差嗎? 但是庇護中心好像不容易就可以去到 根據資料所講,去這些地方是要提前兩個星期和有資產審查的 如果兩個星期前你還在陽光,你怎樣申請? 別人代理申請? 資產審查各方面的事情是否真的去了庇護中心? 如果他去了庇護中心,而可伯睡得那麼差,你看多可憐 你看他樣子多可憐 他就快要欺負了 蹲下來,蹲下來,蹲下來 然後自己嚇一嚇 不是啊,我撩損了 蹲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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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來 這樣做,壓力很大很重 其實做這些直播是叫做拿命的 而且他早上有一場,晚上有一場 而且做這些直播是沒有任何得益 最多最多就是鬥氣 鬥氣的同時也沒有賺到什麼錢 我也是那一句 我不知道你們倆做什麼 我是疑惑 他可能覺得自己在做鬥爭 我不知道 聽聽他今天所說的偉論 他今天說話是令到我覺得大開眼界 聽聽他說話 你叫我選擇手 如果我夠資格,我真的就一定比較好 我會直接從雜誌直到他一人 是不是 我老公今早就是這樣說我 如果真是被我老婆做到達首 真是很興奉 這個國家一定很發達 是不是 國家 管治得一定很好 是不是 一定會帶到很多福祉給所有市民 我都不知道政府的人做什麼 連個實名制的網站 自賊都不去執行 都不去立法 搞得害到這麼多人 不是 不是說的 你就算做特首都好 都美國公司來的 YouTube、Facebook 全部都是美國公司來的 你當你做到香港特首 你可以管到別人美國的事嗎 別人理你了 大哥 你有多少常識 好嗎 現在跟你科普 就算你做到香港特首都好 你是管不到美國公司怎麼做 同樣反過來 美國也管不到中國公司怎麼做 大家明不明白 更何況你只是一個香港特區的特首 就算香港特區的特首也管不到大陸公司怎麼做 這些人家國家的事來 這麼兇的嗎 你做了世界總統 何馬 人家雞毛壓血 怕事而已 警察都追蹤不到的人 你說出來可不可笑 這些叫做什麼國際城市 什麼國際都會 不要被人笑 真的 不是啊 是你說出來被人笑 大佬 這些不關香港事 我問大家一句 你能不能夠令到美國聽你說 不能夠的 不要說美國 你叫回英國聽你說也不行 這些根本就是天荒夜譚的事來的 真的不要認識少少辦代表 大陸的實名制是限於在大陸公司 就會聽他說 大陸公司出了海之後 他也未必會做實名制 那是為什麼呢 大家的法規不一樣 如果大家的法規是一樣的話 那就是說 你香港可以管美國的 如果你做得到這件事的話 我支持你做特首 但是做不到的嘛 你一個特區去管美國 沒有可能的嘛 這些是很... 我都不懂怎麼形容 你都是常識來的嘛 你商業常識來的嘛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那你全部實名制 是不是全部都要聽完你話呢 那是不可能的 大家現在還在打貿易戰 你還在說這些事情 當然啦 他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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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繼續啦 今天河馬指數其實都不高 好像都是... 都是... 都是... 200-300左右 而已嘛 沒有說什麼特別的事情啦 那到第二段 聽聽聽他講什麼 這段呢 就說跟政府玩東西了 什麼呢 就是啦 我絕對不是做賊啊 我不會做那些壞人 我跟政府玩東西嘛 政府玩我 就和他玩東西咧 像政府都沒有這個玩你啊 何太 以我現在所見到好像政府都沒有對你做了些什麼,還是做了些什麼給你,而我們又不知道的呢? 因為以現在我們公開看到的資訊來說,好像政府是沒有對何太做些什麼, 你公屋你都仍然住著,你沒理由你住著一間公屋,然後之後說要拿縱援,跟著現在就在罵政府, 整件事其實不是很合邏輯,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如果你是這樣罵政府,然後你還在拿政府的東西, 那是什麼玩法呢?你不怕別人咳了你嗎?大家說好不好? 不要理何馬 不是的,在這聽聽他說什麼,因為他說的東西我還沒聽完, 我還沒聽完,聽完他說什麼先,你們說話我會看的, 但是他說的東西我不知道,那等下說錯了又說我冤枉他嘛, 我們不能夠做這些事情的,就是你聽聽他說什麼,聽他表演的嘛 那就是你看看, 去防火車跟黑粉埋擠,一起攻擊我這間公屋,我真的很大意見的 日常搞不好,我連火車都控告了 是真的的 不要看他如何收拾我,和黑粉一起攻擊我這間公屋 豈有此理 即是用魔法打敗魔法 就是我去申請法援 然後法援告房屋署 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就好玩喔 我申請法援,法援告房屋署 法援會不會接這些案子呢? 但以我所知好像房柱暫時沒有對他做些什麼 他上次又說高級職員下來錄了八板口供 跟著走了說沒事的 那為什麼現在這麼燥呢? 是不是發生了些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呢? 你要說我們知道來龍去脈才行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來龍去脈是些什麼 突然之間這樣來罵房屋署我 一頭沒水喔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事呢? 龍娘是一個本分的人 是一個奉公守法 陳歸妒忌的人 一輩子 活這一半生都是這樣過來的 都沒有束縛任何的事 竟然來 大多人來查我 豈有此理 聽了黑品來疏擺 大堆人去查你? 防署怎樣大堆人來查你? 何太是不是收到些什麼事呢? 是不是防署帶了好多人來查你? 你說你行得正站得正你都不怕的 你之前才說歡迎防署去查你 為什麼現在這麼燥呢? 其實何太行得正站得正不用怕防署的 就是我派定心軟給你 你不用怕防署的 他們一定什麼都查不到的 大家說是不是? 他之前說歡迎防署去查他 他說防署去查他更好 還回個清白給他 現在人家來查他他又這麼生氣 到底什麼事呢? 是不是查到些什麼? 無論怎樣也好 我支持何太的 你說選特首我支持你 我有票的話我投給你 不過可惜我沒有票 怕死吧那些就說 怕事怕死 懂得鬥人工 我看的查七個什麼以來 什麼? 懂得出量鬥人工 我只怕做到什麼正經事 那之前你又說歡迎人家查 現在又這麼生氣? 我一看就看到 我這個老闆 是懂得和那些黑飯一起攻擊我 我希望看透看 壞那些政府某部門那些人 我這個老闆用清醒 我這樣玩嗎? 應該不關防署的事吧 我看防署都沒有出什麼新聞罵你 是不是防署突然上門去抓你? 那電話又響了 哈哈 他被電話騷擾搞到個人很生氣 唉你收起轉數字吧 你轉數字有個電話在這裡 現在通了天 天天有人打給你 我經常說謊 都是你們誣我的 我這個人正經直直 從來都不說謊 是不是? 是他逼人的 現在這些黑飯不說謊嗎? 那些是好人的 又說壞人 唉 是這樣的 不要說謊 那接著換第二條 還有第二段 還有第二段 給你的死黑粉疏擺 他相信他們 相信他們 黑黑邪邪的信 還出賣局長來檢查我 署長都未夠班 還出賣火柱局長來檢查我 看他怎麼檢查 看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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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處長 沒有人叫他們 是他們自己在新聞上說的 哪個這麼有本事 能夠叫局長處長出來說話才行 他們自己在電台說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怎麼逼他們說話呢? 這一點我又不太明白 繼續 你到時為什麼向廣大觀眾交代 他還沒有誣我 告訴他 他聽黑粉 製造出什麼手段來檢查我 我不肯告他 我隨時告他 他說高防署 高局長處長之類 告他很容易告 告他很容易告 告還說很容易告 好容易告 哎呀 真是 真是出小句聲 可伯 真是很認真地說 搞到我當時一心以為 香港國際都會來的 個個應該很有素質 很有鹹養的 是不是? 做事肯定很分明 好 就是 會受到人 個個值得尊重的 我是這樣一心想的 我不知道 我是由於今次 而到這些事 這樣來攻擊我 這樣來誹謗活黑我 我真是心淡 原來香港真是藏到這麼多 廢材沒用的人 害人精 哈哈 你這樣說 這樣說完 仇恨值 又繼續吸上身 他完全沒有打算 緩和一下 那些仇恨值 就是你們的黑粉 害到影響了這個社會 所謂的 明白嗎 我早就欠言你們 要做人 要做一個對社會有責任的人 不是亂來 怎麼以為 可百搞到好像 在這群廂點火 其實我也是那句 有嗎 要不必要 將仇恨值 拉到這麼大 根本整件事都沒必要令自己的仇恨值去到這麼大的嘛 你一路這樣說一路這樣成,個個就越來越討厭你,回歷標 高政府,你要自己找律師,發援不受理 自己找律師我們要多少錢,你怎麼告啊? 你這麼不滿就回大陸住咯,大陸一定是神明制的 大家說是不是? 你香港,你都會說國際都會啦,你管得到別人是外國公司嗎? 根本這件事你管不得到的? 你管不得到別人是外國公司,那你又要別人跟著你之地去做 這個世界你大了嗎? 是吧? 有時候有很多事情也沒必要挑撥這些矛盾 大家說對嗎? 他還有一段長的 自己七名 多謝科金 我可能都是因為這麼多的網民幫我醜化我 所以我就七名 我現在都知道河馬 是吧? 他都知道河馬 有些是河太,有些是河馬 可以合影啊,很多粉絲都問我們經過我們同意是可以合影 但是叫他做河馬,他不喜歡的嘛 你要叫他河太,要很尊敬他,不跟他請安才行的嘛 尤其是你講到大陸這麼好,為何之前又說要去美國呢? 唉,我覺得你不要去美國啦,回大陸發展 像之前那樣說,煎牛扒 你說那些黑粉吃完牛扒,故意去吃瀉藥 我覺得都不是一般人能夠想到出來的 我問大家啦,你會不會吃完他做的東西,故意去吃瀉藥然後去屈他? 你查得到的嘛,這些東西,不是說你屈就屈得到的嘛 那些東西上身,這些沒必要,我覺得應該沒人會這樣做咯 大家說是不是呀?她說過很多粉絲 這裏有四張圖,有人跑去報國安 第一個就說是反恐舉報熱線,你好啊 本人在YouTube影片分享平台見到兩位人士在家直播的時候 有人疑似作出反恐言論,我嚇大的,又什麼警恐嚇我們 我未怕過不停提及那兩個字 是呀,這兩個自己嫂妓的其實 跟著後面三張,就是國安處,就在說 這個人不停煽動中港矛盾,不斷去辱罵這個官員 還有專業人士,還唱好美國,在小紅書上教人拿這個中文堂 小紅書那裏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出鋪教人 但我之前見她在小紅書直播了一次,但你說出鋪教人我好像未見到 她還說之前有人說給錢去搞亂香港 那如果是有人給錢去搞亂香港的話,她可以去舉報 阿何太誰給錢去搞亂香港,快點舉報她出來 我們都想知道這些人是什麼人 第三張就說葉小姐和何先生在YouTube頻道上公開侮辱香港政府和超人特區 還有防署高官,令人感到香港不是法治之區 第四張又是差不多的東西啦 就說每日開直播,在道謾罵政府官員,煽動市民,憎恨政府 她就是這樣說話啦 就是這幾張啦 應該還會有很多人自己會這樣舉報 因為這些圖都是網圖來的,在網上找到出來的 大家看看啦 是呀 昨天有一個月下跟我們合約拍 那個 走一轉頭,你是不是學生學太啊 是呀 可以合拍張得好 是呀,一個帥哥 很帥哥 他應該是十幾歲 是呀 學生學太,我可不可以和你們合拍一張照 他真是挺開心的 是呀 可以的,好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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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出了一個字幕給大家看看 有人就說他偷了台報回來 是呀 是呀 他又播了一些東西 是呀 是呀 那些英雄屎? 他播了些什麼呢 是呀 這段我還沒聽嗎 是呀 是你才那麼難的 時間 是呀 是呀 有些事情你先說 有多少勤力 他那些說幾天 幾天之前那些東西他都有人看 那你沒得這麼說 那你沒得這麼說 那你都沒人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拿狗來說 真的 不是出得片多的 代表勤力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會出垃圾 還有你說的 五仔這些 那你都沒人真是撩膠喊 我沒有說撩膠喊 但是你要 你要空我 黑我都沒辦法 對不對 我人都沒過 到來已經被你 被你欺負住了 好嗎 我可以怎樣說呢 對不對 喂 你說五仔 有什麼勤力的那些 你還不不撩你 你不要吵架 對不對 撩你 我又不懂得作些新聞出來 對不對 我又不懂得扮聲錄音 那當然撩你少一看 大哥 對不對 你覺得他都很擂好 好嗎 我幾次又覺得他很好 如果覺得他好 我看了他 不是看你 不是看你 你看看學年五仔這麼勤力 你自己說 我屌 就夠了 命 哈哈 你說不拍就不拍 我阻入不了你的思想 是不是 我又不是你哪個 是不是 我這個 我邊拆不了你 那你明知道 他在說五仔八糟嗎 你都不 就是什麼勤力 什麼賊賊 那樣 喂 我條條片夠拍 我都有幾萬人看 我當然夠拍 有什麼所謂 那不是 你怎麼比 你又說 那些東西沒有意思 你知道嗎 你很冷靜 你明知道我不能拖開 你再不斷在那裡說 說 你就說 OK5 我不出聲 我不知道 我要說什麼 那你有我失蹤幾天 我先休息一下 好 你喜歡 那些東西 是他在說什麼 我不能把他按讚 他 你知道 你喜歡做什麼 是舊文 沒有關係 我先聽一下 晚上還有 還有他的仗意 給大家 一想一下 現在變成今天看真 變成今天看真 現在 可以啊 見到我們 就是 好搞笑 喂 他 他這樣 五仔那裡 我不知道 什麼事 怎麼拉著五仔 下水 應該不關五仔事 這件事 他播的舊文 拉著五仔下水 不是你出片 每個人的做法都不同 大家都是這樣出 你都是說新聞 那些人 那些人 現在又吸冰毒 就搞死他自己 對 以前 他經歷過這樣 裸照 真是有多英俊 又有多肥仔 現在說 可能吸了毒 就受吉而齊 是嗎 又說 你身有生瘡 生動瘡 吸冰毒 生動瘡 所以就瘦 現在只是個導友 是 他說得他 這麼 什麼 這麼加勢 他被人圍攻他 又被人拍他的視頻 他都不敢發人惡 是不是 他現在不敢回香港 你們知道嗎 你們 就是 崇拜他的粉絲 你們都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為人 是 是 仇家 仇家 仇家很多 仇家很多 被人圍攻 又拍上他視頻 他這麼 隔世他就不發惡 是不是 他這樣 就拉其他操作 那麼整件事就搞得很複雜 了 其實 就是挑選善良的人 才薦福 好像我們這麼善良,每天踩我們,每天種香,抹黑我們 為了賺那些騙人佬金,賺留糧,是不習手段的 所以這個朋友就是他給了他那些英雄史 是啊,他等天收啦,我無量 但我們經常給別人 那條官司 他發的片給我們播 我早就說他是官司一個,原來真的有這麼多壞事 這麼爆料的 還有更爆料的 今晚又正式開播 他變成今天看真些了 把他的資料慢慢一集一集播 然後最後又再播一個總合版 然後這樣來玩 這樣其實也挺搞笑的 他們變成一個無良軍師台 哈哈哈哈 好,繼續了 拿照 拿照啊 那條官司的拿照 他什麼啊 跟那些網友搞色情嘛 拿照搭飛機 哈哈 死沒有死 哈哈 哈哈 就是 怎樣拿照 那條 那條死人來生氣 就是說 大了都沒有7CM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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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說 我不太明白啊 其實現在 現在這樣搞的話 就變成 變成 等一下 他還要等到今晚再爆大禍啊 但這件事情之前也爆過了出來啦 這件事情之前也說過自己也笑過自己啦 現在 只不過是舊料拿出來爆 然後就變成今天看真些 他遲早都是淡天修,都是折導的 他這樣就是炸紅的水果 被他對家網友拍下,是拿照的 知道嗎? 那時候他應該沒吸到沒心傷,現在已經傷了 他的內臟全部都傷了 現在受吉而齊 那些鼻沒有二兩肉 哈哈哈哈 鼻沒有二兩肉啊? 以前真的挺英俊的,又很大隻,很肥,很健壯 嘩他讚無量軍師英俊 現在變得這麼糟糕,真是殘殺了 他現在心痛了水果 臉青青,整個導遊 自己做賤 一線我都不知道他會吸毒,我都覺得整個導遊 我都覺得整個導遊 啊,怎麼說中了? 哈哈 我都覺得整個導遊 哈哈哈哈 真的啊 他真是活該死 但是那些所謂的打追影片 你是不能夠放出來的 啊 我才不會說謊 這些是真材實料 是不是啊 要我說謊給我一億 我都不會說謊 何太的樣子真有福氣啊 多謝大家 多謝啊 是啊 是啊 他人這麼壞 他很快就收屁了 又做假哦 他根本沒有那麼多人訂閱他 他用電腦 即是拘捕出來的數字 哈哈哈哈 做那些假卡 做那些 真的不好用的 反正 不是正常使用的 他正有網上賭博的 那裏 那些那些賬號 你如果說訂閱自己洗上去的話 現在是沒什麼用的 你的訂閱去到多少都好 你沒人看就沒人看的 那訂閱沒什麼用的 他現在這樣 就變了鬧紅的水果 還有網上賭博的 我看錯了 是啊 這個又難倒又吸動 死得以前重了 等你們一個個來 還有些 堅聊 我下集又播 是啊 是啊 要聽別人那個 女仔說妙實 我現在怎麼說她 有我中風 我身體沒事 我中了風 怎麼這麼正常說話 哈哈 你說我中風 那些 我根據 我又不覺得你會中風 雖然昨晚有人說 可白中風 我都覺得是假消息 有什麼可能呢 可白一個星期中一次風 現在 個個都在傳 如果他真的中風的話 就被人拍照放上網 不會 不會沒人知道 就算我老公中風 都給我救回他 是啊 心肺復甦吧 救回他 是啊 關心一下自己的身體 更好 哈哈 你咒人中風 你們這些人真的 那些東西是會報給你自己的 回應給你自己的 一個人口 說出什麼 就回應自己的 所以人說話 沒那麼多 我聽一些粉絲說 在Facebook看到 那些黑粉 這樣 罵我老公 罵我老公 說毒到不得了 這樣的東西都說了 警察都說 他已經收回了 那些東西 就回應給自己 自己的 收回了 還有沒有什麼說呢 還有大概十分鐘左右 這一段 他呀 當時不是說 騙了兩個老女人嗎 一個五十五歲 一個 一個五十八歲 一個六十五歲 騙人家那些錢 不是 他怎麼 真的呀 他要黑食了 人家都是說 黑衣了 他才是真正的黑衣 哈哈 黑衣啊 哈哈 人家的臉很紅 因此中風 哈哈 哈哈 那些人真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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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急 嘩 遲些人家那個女生會爆起的 是嗎 是 他怎麼去英國 是不是偷渡 我不知道 是嗎 偷渡 現在 現在還可以偷渡 那時候 由於香港 他很多仇家 走到英國 可能又不可以 那麼 那個女朋友就罵他 不是說 等他回香港 給仇家 什麼 是嗎 是嗎 可能他又 第一 又 在英國 立到夾 而已 那些我不是很清楚 嘩 這樣說下說下 就變了 是 將 無良軍師那邊 那個法績史 就被他們的口裡 說了出來 怎麼去到英國 然後怎麼去到家 怎麼去到家 怎麼去到家 都被他說出來 下次 又播過那段片給你們聽 嘩 播出英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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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還好 其實如果 兩個人一起 錄下了別人的聲音 的話 或者叫做CAPTO 不知道 他都被人來 他既然這麼把炮 是不是 當他被人來的時候 不敢發人的惡 頭蓋蓋好像 一隻鼻貓 哈哈 被人審 是不是 真的 什麼審他 我不知道 拜我們 欺負我們 整天就來中傷我們 擺毀我們 抹黑我們 抹黑我們 抵抗他們 這些人死了 全靠這個 這個 中粉 給我們 資料 給我們 人家不替我們 不抵抗 歪曲事實 是 這些真的是正義的人 哈哈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他陸續有資料給我們 多謝我的中粉 寶寶 講一下無良軍師 他都講了十幾分鐘 他今天開的直播 就是爆料 做今天看真點 我講他幫他爭老娘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爭不爭老娘 真的沒什麼所謂的 是不是 我以後 想發展的事 我的理想 我都在內地 我在祖國 是不是 我在這裡 和你們 聊聊天 和我的中粉 見面 我都不需要什麼爭 什麼老娘 是你們的黑粉 喜歡被罵我 是不是 被罵我都接受 是不是 我便說了 你喜歡來我直播間 罵我 被罵我 我也歡迎 哈哈 我便說了雙贏 你罵得我 你又開心 是不是 又給我罵我 多好啊 喂 但是你今天 你今天爆了局長處長 這些事情是無謂的 好 繼續 我去美國 都是由於你們 那些黑粉 是不是 經常惡搞我 是不是 你們不惡搞我 我一定會 好好地發展 在 在 無論香港 或者內地 我都會好好地發展 事業 的嘛 你們是 都要搞人 是不是 既然你們 既然你們 什麼 呀 這麼喜歡 惡搞人 是不是 我便唯有 去大人 嘍 最後的退路 就是 去美國發展 但是我 我是很疑惑 你去到美國 那裡發展 美國有什麼 是讓你發展得到的呢 這一點 到現在 我都未想到 他說去美國發展 那我 下意識地想 是不是去做生意 但是他又不是去做生意 而是投靠美國的網友 那算不算得上是去美國發展呢 還是去美國結婚呢 好像臉都很紅 可白 還有什麼事業啊 基本上現在都沒有什麼好做 找到大錢 便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是不是 我的最後理想是慈善家 如果你們是這樣 因為追擊我 封散我 我沒有路走 我便告美國 去美國 他又說去美國 一說去美國 可白的樣子就很擔心 一說去美國 你看可白的樣子 幾擔心 說去美國 若有所思 一說去美國 一直在說美國 那其實你現在就算回到大陸發展都可以 現在就算回到大陸發展 現在是報到1點 又下播吃東西了 你們大家吃了東西了 美國有什麼好啊 回到大陸吧 那你便看看 對戰會如何去美國 好嗎 你說我什麼都沒有,又沒有學會、又沒有才能 都不要緊的,這些我都會有自知之命的 那你就看看到時我怎樣可以去 最簡單的了,現在說你都不明白了 你簽證未必搞到 有人幫他解決簽證 是不是那個美國的網友 難道靠我自己去的島嗎? 我英文都不懂多個,可白怎麼辦? 可白過不了去的,這麼大年紀 去旅行就行,去完旅行,跟著就 有人扶持有幫忙就行了 那竹筒,他說是竹筒飯,就不是炸彈 他說是竹筒飯 你說我小學都沒有,都沒有所謂的 我沒有上學的,丹美 我什麼都是自學的 我沒有進過學校的 滿意嗎? 沒有進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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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又沒有料都是自己的事 也不用讓你們抵毀我 那你去美國的話,是不是改嫁 你們沒有什麼關係 我找不到錢就不會指你幫我的 你也不會幫我的,是不是? 這樣的嘛 所以你需要什麼干涉人家的事呢? 其實就算看重播也好 他來到這裏都開始有點悶 因為剛才一開始可能好少少 就是講防署那些事 但來到這裏開始重複又重複 是有點悶的 我覺得 有少少眼睡 我覺得 是乾涉人家的事 乾涉人家的事是沒有意思的 我都贊你呀 你的中館 是嗎? 我 你這個做家丁就可以 不過也是呀 我肯去做人家丁 我都是 是不是呀 那些工資都是要特別 給人家高一點 我才肯做的 哈哈哈哈 他 他很搞笑 總之 薪金要高過人家 我才會去你那裏做事的 那就是說 他現在出去打工的話 他要給一般人的薪金要高 他才肯做事的 我需要你送我雞 送我雞 是不是呀 我都要 就是 不認識不認識 去的 是不是 你現在的黑粉太猛了 在機場怎樣追殺你呢 你怎麼這麼多機場特警 在機場裡面的警力佈置更加恐怖 我看到水哥在覆了他 那段錄到這裏就結束了 給大家聽了 其實也有很多偉論 看看他今晚說什麼 好像他這樣說話是危險的 因為你無端端開政府波 現在政府是很嫉妒這些事件 還有都不關他事的 有人投訴他就要查的 就正如你去投訴人 人家也要做事的 那你去投訴人 人家不做事的 那你不一樣 照罵他 那兩難的 政府都是按標準去做事 那不就好像何太說齋 你行得正 站得正 不怕別人查你 那你說這間屋 你都沒有違規 那查什麼都查不到 查不到什麼的 你又可以大大聲聲 去罵人 我覺得查你沒什麼所謂 我是這樣覺得 那你反正一向都說自己行得正 站得正 換金幣扔彩虹 扔什麼彩虹 你說何馬連飛機是什麼都不知道 應該知道 應該有坐過 我估計 他說自己沒學歷沒讀過書 怎麼敢火藥忍啊 他現在點到自己一身忍 是啊 他現在這樣搞 不是一個所謂的好現象 他說他背後有人撐 那 好 平心而論地說 香港又不是一個說以言入罪的地方來的 他說這些東西 你不去到某一個程度 某一個後果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說抓他的 他也是知道的我估計 所以才會說到這樣 大家說 他那個訂閱 每星也都是正常 很多人去吃花生 他現在就做今天看真點 每日出來 其實有些粉絲就是過來吃花生 他智商有沒有50 他說自己要做特首 如果他有學歷的話要做特首 我都給你個建議 何太 你現在趕快拿錢出來 讀個高中畢業 讀個夜校 讀完夜校之後 讀完大學 再讀完碩士博士 然後爭取選特首 變成河馬特首 香港欣欣向榮 連美國都給你修復 這些什麼東西 Youtube、Facebook、Twitter 全部都行十名制 靠你維護世界和平 行不行啊? 嗯 我都不太明白 今天為什麼他會這麼醜 去這樣罵 哎 Youtube是好自由 你說什麼都沒問題 但是你這樣去說 這樣去罵 就會影響到自己 我都不知道 你說他有人撐 但是我又不覺得他有人撐 你說你誰 誰夠膽 去這樣撐他 去罵政府 我不覺得會有人撐到他 罵政府 現在 這件事是很麻煩 特別在現在的香港 很多人很敏感 你無端端去挑起這些 先前已經說 又黃又藍 跟著又說什麼什麼毒 跟著又這樣又那樣 現在還開了政府 波 我覺得政府防署 我暫時沒見到 有些什麼新的新聞 是在這裡說你 也都沒說到些什麼是說你 防署那裡 可能我留意 沒有留意得到 但是我找就沒找到 最多最多就說 不是就說 收回一些東西 繼續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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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一等 他 順便 等一等 有些人很過癮 他又說我是二五兒子 有些人很過癮,說水哥死了得益最大是我,然後他說我知道水哥很多東西,所以說我是二五仔 是不是瘋了?捉二五仔捉到我那裡?是不是剩下的?我是二五仔,我教何太爺? 這樣屈到我那裡?其實他那件事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還是他爆出來我就聽聽,別人的事我沒有特別了解 屈到我那裡,屈到我做二五仔,然後帶風向 給大家看一看,現在他屈到我變成二五仔 好可愛,想拉我下水給大家看看 有人冤枉我做二五仔,我二五了些什麼呢? 好像二五仔這個詞是我弄出來的,然後就說是我弄到水哥這樣? 我有什麼理由可以拿得到這些語音呢? 是不是呀?開始這樣搞分化,好像是我離間計 那說真的,我真的要搞離間的話,就不會那麼低手 這些東西,選人又不理己 我如果是要拿完流量的話,我不用現在才來開這些直播 他轉播的時候我都照開了,現在他轉播我都不是整天開足的 甚至乎我都不播了 現在就有人這樣說,我就隨他,我覺得好搞笑,我是二五仔 現在就是這樣帶風向我大家自己看下 不是,我講過,我講過,我講過,我,就不開你名字是誰了 但是你就不要把那些是非,扯上我這裏 你們的是非怎樣,我不想知道,也不想理 我是講過很多次的,就不要搞到龍我這裏 我講過很多次,最後我都沒有開你們任何人一個名字出來的 大家留一條線,OK? 等一下,你這樣說我是二五,我是得淡笑 我妒忌? 說真的,他這樣一天做幾場直播,我做不到 我撐不住 我現在都很大個黑眼圈 人家勤力做到的,不是做 如果你說要得益的話,根本就更加不可能 等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 有些事情他沒有停過手,就一直想搞人 我知道的,某些人很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不過不理他了,你信不信 你對你們說,我是二五仔,你信不信 二五仔又出完氣坦了 二五仔,左腳又搞你,你信不信 你這樣就帶風向帶到我那裏 我剛才看到,我都呆了一呆 為什麼會是我呢? 我知道很多事情 至少這些語音,我沒有可能會在手 大家說是不是? 這些這麼私密的語音 難道我是撒進你的手機那裏 把他全部拿出來,然後就把他給何太? 你說有沒有可能? 根本沒有可能的 好奇怪的了 來到這裏已經是好奇怪的了 已經是叫做,你就算什麼都不說 他們也會屈你 那說真的,我都給他點名,我都給他報警 他又說有個報警號,又說有個海關號 又說什麼逆金組織 網上打字打幾句,然後我給他報警 然後我說二五仔 這些是什麼邏輯呢? 總之我覺得就很棒 河馬爆了二五仔是女人 其實這件事演變到現在 這個時間點 很多人心裡都自己知道發生什麼事 大家說是不是? 是啊,你如果有人這樣帶風向 我就覺得很可愛 我就變了二五仔 我也覺得很低能 我就看到這句說話 他就猜一下而已 其實是帶風向 我相信 應該信的人都不會很多 我看到有人洗版,洗版說什麼? 中計又沒有中計 不和? 那會有什麼和還是不和呢? 基本上 大家都是各做各的事情 是不是? 我都說大台不會做這種事 大台是不會做這種事的 沒必要做這種事的 你想一下 你被人踢爆你 去做二五仔的話 你之前所經營下來的東西 可以一招沒有了 那些人不看你就是不看你了 你有沒有必要去做這件事呢? 我認為大台是不會做這件事的 大家會計算的 我幫完你 可以為自己帶來多少利益 然後送了子彈給你 有個痛腳給你拿著 沒人會做這種事的 有15元科金 房署有暗示 早兩下新聞有說 房署署長 在電台節目說收了五千間公屋 你又覺得河馬走不掉 河馬那裡應該要些時間 因為始終你香港或者澳門是行程序的地方 那些程序要行運了 然後做了應該做的事 然後才可以去行到收不收屋的程序 或者是結案的程序 應該是要行程序 不是說你今天報完 我看到他有可疑 我不去核實 我直接收了他 是不行的 還有 出信給他 他是有時間可以上訴的 應該是 以這些這樣的個案子 應該是都可以上訴的 他上訴不到 上訴失敗 有多少時間給他 去遷出 這些都會有 對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一句這樣的說話 我覺得很過癮 總之大台也不會是這樣 大台也不會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五仔也不會做的 不要在這裡說五仔 應該不會關五仔事 我這樣覺得 不會關五仔事 不要在這裡帶風向 說哪個台 哪個台 有些事情你看到現在 你自己也知道 總之現在有人發出這種說話 就說我怎樣怎樣 那你如果一直有看的 你自己看得到 可能就是上一場直播 就說不要搞別人的兒子 就有些人不滿意 然後就覺得我是幫他 可能唯一是這樣 但是我始終都是一句說話 禍不及妻儀 就算我罵河馬 笑河馬 也好 我是笑他的人 沒有必要牽連他的兒子 可能就是那一件事 那些人不喜歡 就拿出來說 我認為最大機會是這樣 就是這樣 而五仔不會是五仔 不要再拉到五仔那裡 跟五仔都沒有關係 大台不會做這些事情 不會這樣搏 你去到10萬訂閱那些 你如果是這樣幫完人 是可以一招沒有你的流量 是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不會做到這麼蠢的事情 你正常人有腦子 做了這麼久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其實你有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這個事件來到現在 就開始想跟你玩泥漿摔割 之後會有更多這樣的事件發生 是有人帶風向的 越來越多人 是被泥漿弄髒的身體之後 就可以大家都髒 沒有人說話值得相信 就是泥漿摔割 大家鬥髒 大家鬥打 就是這樣來玩 網台是非我又不想牽扯下去 這些事不關我事 大家說 你分不分化 都不要搞到我那裡 我沒有開過任何人的名字 因為始終我覺得 都是流回線 就是這樣 但是 你現在 我也是那句 你今天 直播 這樣來播 這樣來說 嗯 是很古怪的 為什麼要去罵政府呢 你說罵黑粉 我就明白 死黑粉 這些天天都罵的 罵黑粉已經不能夠滿足到他 但你防署都沒有對他做什麼 我現在看到防署是沒有做任何事情 對 有些老的都不會壞我 有些老的都不會壞我 不過人家喜歡撲過來就由他撲過來 我想大家都懂自行判斷 對不對 我沒有給河馬點名 我有給河馬點名 我什麼時候沒有給河馬點名 他第一個說要告的人就是我 我沒有給河馬點名 他用出事了一張說要告我 很有趣 我這裡也有人來洗版帶風向 我退一步來看 其實是有人在這樣玩 現在其實我感覺上 是有不少是非出來了 但是我盡量都是想避開他 不要搞到我 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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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流量又不會特別多 你拿我出來 其實我又不是很多人在說 你就算比較那樣 比較那樣 也沒有意思 自己做些自己的影片就算了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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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了 都播了一個小時左右 今集和大家 看到這裏 先 我應該八點鐘 會還有一場直播 所以現在我需要休息一下 因為都播了大約一個小時左右有點累 這一個這樣的事件就忘記他了 撲裝水撲到我這裏是一件很無謂的事 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 還有啦 我其他影片也麻煩幫忙看一看 幫我充下流量 我們下集見 拜拜